散戶重傷懷疑街 交易被限引震動 歡迎收聽新視覺聽新聞 大家好 歡迎收看週五 1月29日的新聞大家談 今天焦點 美版大殺錢 去向出乎意料 徹底顛倒特朗普政策 六州警告拜登 若違憲法庭見 但法院可能被拜登政府動刀 與虎謀皮 加拿大教訓心 拜登昨日又簽行政令 規定了美國外交政策中 大殺錢的優先項目 去向相當出人意料 六個州的總檢察長 聯名指信拜登說 如果出台為憲法的行政令 我們法庭見 而拜登政府準備怎樣應對呢 加拿大疫苗接種進度落後 現在爆出原因之一 是加拿大曾經試圖與虎謀皮 今天一齊來討論這些話題 一大反轉拜登外交優先項 逆轉特朗普政策 特朗普政府任內 曾經下令在美國的外交政策 及外國援助中 優先考慮國際宗教自由 因為信仰自由是美國的基石 而且壓制宗教信仰等基本人權的國家 往往也是國際秩序的破壞者 而在現在 拜登政府制定了新的外交政策優先項目 1月28日 美國國務院發布聲明 宣布拜登當日簽署了行政令 將在美國的外交政策中 優先考慮性健康 生殖健康和生殖權力 聲明中說 拜登和賀錦麗政府認為 賦予婦女和女童權利 和保護他們 包括促進他們的性健康 和生殖健康和生殖權力 是美國外交政策 和國家安全的核心部分 因此拜登下令 撤銷特朗普總統 2017年一項決定 當時特朗普政府 要求聯邦政府 在施行對外援助時 不得資助 任何推進墮胎的外國非政府組織 現在拜登取消了這項政策 宣布未來 將為接受美國援助的國家 提供更多的愛知病護理 計劃生育服務等援助 拜登政府宣稱 這個將會幫助女性發揮潛能 推動社會和經濟發展 拜登政府要在外交政策中 優先考慮這些內容 宣稱這些與美國國家安全有關 曉玉和秦鵬說 為何要將美國納稅人的錢 投入支持這些項目 到底要鼓勵些什麼呢 過去幾年 特朗普政府將國際宗教自由 列為美國外交優先考慮的因素 在全球產生了什麼效應呢 而這屆政府的做法 會在全球產生什麼效應呢 由於Youtube近期開始刪除本台的節目 部分節目被迫遷往Patreon 請各位觀眾繼續支持香港大紀元新唐人 訂閱Patreon收看本節目 訂閱的方式如下 進入Patreon.com.com.appletimes.hk 或者掃描QR碼進入網站 向下拉螢幕 點選這個按鈕 出現更多的它選項 選擇您要支持的節目 按按轉 輸入信用卡資料 或是PayPal帳號 就可以順利訂閱啦 訂閱Patreon香港大紀元 每月30美元 就可以收看頻道所有影片 包括石山、瑞秋、珍姐、Zack 以及雪兒的節目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